近日,据路透社报道,缅甸军政府发言人佐敏吞宣布,在中国的指导下,缅甸军政府与国杆同盟军、德昂军和若开军等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进行了会谈,并取得了积极成果,国同盟军目前正在围攻老街,据悉,在与缅甸军政府的停火谈判中,双方达成了停火共识,难道说老街这场决战不打了?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这里是妙闻史,欢迎订阅观看。 电炸问题是缅甸冲突的导火索,中国一直对此问题高度关注,电炸行为严重危害了中国市民的财产和安全。 因此,中国发布了通缉令,先后捣毁了多个电炸团伙,与国杆四大家族有关的电炸团伙也在通缉令中,目前仍在老街内负于顽抗,中国向缅甸军政府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将这些电炸罪犯击谱归案,作为大国的威严,中国不容置疑。 缅甸军政府背后支持着国杆四大家族的电炸团伙,这些团伙为了联取财富,并给缅甸军政府纳贡,继续坑害着中国人民。 中国的通缉令实际上是对缅甸军政府的警告,如果他们拒绝合作或者讨价还价,就是包庇罪。 缅甸军政府作为缅甸军政府的主要官员,面对中国的通缉令,不敢视而不见,此次停火谈判的举行,可谓是大国威严的体现。 缅甸军政府内部的不稳定和各军阀混乱的局面,也让他们难以同时应对国杆同盟军和人民保卫军的挑战。 停火谈判成为解决冲突的明智选择。 国杆同盟军作为缅北地区的一个武装组织,一直以来致力于打击电诈犯罪,他们联合德昂军、若开军等组成了缅北联军,在中国的通缉令和各方舆论的支持下,取得了连战连结的成绩。 目前,他们正在攻打老街,但是面临着缺乏重武器和人员的困境,城市攻坚战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挑战。 因此,为了减少伤亡并最终取得胜利,他们积极准备和参与了由中国主导的停火谈判。 停火谈判的成功将有利于缅北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传统军阀混乱和冲突频发的局面,令缅甸军政府备受压力在果敢同盟军的打压下。 其他军阀或地方武装也将受到启发,复制他们的模式停火谈判的举行,为缅甸军政府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在内外压力下重新审视自己。 并保持稳定 对于中国而言,停火谈判的成功也代表着一个重要的胜利。 中国一直以来都坚持铲除电炸犯罪的立场。 这次成功发布通缉令并参与停火谈判,再次彰显了中国作为大国的威严和决心。 电炸犯罪不仅对中国国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也对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造成了冲击。 通过与缅甸军政府的合作,中国不仅可以打击电炸活动,促进两国合作,还能为缅北地区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缅北冲突已进入倒计时,国际社会对这一局势高度关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美未能拿到军援,引发了国际舆论的热议。 在缅北冲突中,缅甸军政府面对国杆同盟军的强大威胁是否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成为关注焦点。 10月27日爆发的缅北激战仍在持续,到今天为止,国杆同盟军已经攻克了12个据点,正在向国杆首辅老街挺进。 最新消息称,国杆同盟军用无人机进行了精确打击,击毙缅军。 多名高级指挥官,包括缅军第99师准将师长昂绝伦,他们还用无人机对缅军补给线和仓库、油库、雷达战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 极大的打击了缅军的指挥能力和后勤补给能力。 就目前形势来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缅军应该是挺不住了,被国杆同盟军打进老街是早晚的事。 据报道,俄罗斯和缅甸举行了首次海上演习,俄方派出了特里布斯海军上将号反潜艇驱逐舰,与缅甸海军在安达曼海举行了预防空中、水面和水下危险以及海上安全措施的演习。 该舰原本停靠在仰光迪拉瓦港,却突然接到了演习指令,由俄海军总司令尼古拉·叶夫·梅诺夫带队。 还在舰上与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国防军总司令米昂莱举行了会晤,俄罗斯在这个时候与缅甸举行海上演习,难免令人往其他方面想。 此次国感同盟军与四大家族开战,打出的旗号就是打击电炸、消除毒品、解救同胞。 虽说缅北内战与我国无关,但国感同盟军打击电炸和消除毒品对我国来说是绝对有利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在情感上都会给予支持。 从2021年缅甸军方发动政变,软件昂山速记开始,中国民众就伸手电炸毒害。 公安机关解2022年就破获电炸案件46、4万起,拦截涉电炸资金3180余亿元。 但是,由于电炸窝点基本都在缅北地区受当地军阀保护,或者就是当地军阀旗下的产业,中方公安机关只能要求他们协同办案效率很低。 尤其是国感方面,对中方的正当诉求洋奉因为拒绝移交电炸人员,还偷偷转移电炸窝点。 这种情况下,国感同盟军的出现也算是与中国利益相关了。 如果他们能打掉以四大家族为首的电炸民团,那么困扰中国多年的电炸问题将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缅甸,这个充满神秘与传奇的东南亚国家,近日却笼罩在一片不安与恐慌之中,局势的不妙让人们心生忧虑, 而军政府的举措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就在昨天,军政府发出了一道震撼人心的死命令,八个重要城市将被立即军管加强控制。 缅甸政府积极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对话和沟通,政府意识到有效的沟通是解决社会问题和舒缓紧张局势的关键。 面对各种民意和生意,政府通过开展座谈会,召开民主论坛等形式,主动倾听和理解民众的诉求和意见。 这样的做法,不仅能够增进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信,也使政策制定更加符合民众的期望。 此举反映了政府对民主和公开表达的重视,进一步凝聚了社会的共识和团结,为推动国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缅甸政府加大了社会问题的解决力度,政府认识到,只有通过积极应对社会问题才能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改善民生条件,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力求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 同时,政府还加强了执法力度,打击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这些举措有效缓解了社会的压力和不满情绪,为实现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了保障。 缅甸政府积极推进社会改革和发展,政府认为,实现国家的长期稳定需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因此,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加大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加强法治建设等。 这些举措不仅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也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和推动全面发展。 政府的理念和行动使得缅甸民众对未来抱有更多期待,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 军政府对于社会秩序的重视,使出于对公众安全与稳定的关切,发布死命令是一项重要的举措, 尤其是当社会存在恶性犯罪、暴力活动或其他严重威胁社会安全的现象时,采取紧急,果断的行动是必不可少的。 这意味着,军政府将法治力量用于最大限度地遏制犯罪和维护社会安宁。 同时,发布死命令还表明军政府对犯罪行为的零容忍态度,以示警示。 警告各方维护法律与秩序,营造一个安全的社会环境,军政府加强控制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关键手段。 在面对一些特殊时期或特殊情况下,政府有义务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为公众提供稳定与安全的生活环境,这包括加强对媒体的管理,避免不识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敏感问题进行合理的控制和引导。 通过强化社会管理,军政府能够更好地引导民众的言行举止,防止可能导致社会动荡或不和谐的行为发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军政府对舆论的过度压制。 而是在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之间寻找平衡,确保人民的言论自由与社会的稳定,俄罗斯正在寻求在亚洲战略布局和影响力方面有新的突破, 缅甸作为连接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的重要桥头堡,其战略价值日益凸显,此举其实是俄罗斯试图进一步增强自身在全球多区域的存在感。 借这个机会拉近于缅甸的机会,尽管各个国家毫无格局,但仍需要理性看待这种涉及大国间利益调整和重新排列的情况,在国际舞台上,每个角色都有他们自己的剧本。 作为观众的我们,需对每场表演,多一份深入理解,少一点盲目猜测,对此,你怎么看,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这里是妙文史,订阅我,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